现在的担心是什么我不开玩笑啊 下一步再继续预言 再继续预言 在这个行长在位期间就很可能现在跟俄罗斯一样了 咱们新任行长啊 有很多寄予希望 是叫什么潘胜利啊还是潘狗屁啊 我就记不得新的上的央行行长叫什么玩意儿 反正潘什么什么玩意儿吧 顾世青原来那个央行的党委书记副行长 这是党委书记副行长 原来呢是党委书记副行长一个人 行长党委副书记一个人 这么一个前置制度 现在呢就是党委书记副行长上了 但是把原来的党委书记副行长和行长 党委副书记全换了啊 全换了 郭主卿原来是我的老领导 那时候在范怡飞赛的时候 在建行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08年走的时候 郭主卿还是建行的行长 那么这个攀上来 有人说他对于中国金融有没有作用 肯定是一个狗屁作用 这个结论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相信我 我预言一般都比较准 那大家先要相信一点 就这个作用肯定是个狗屁作用 为什么呢 你去查一下这个潘的简历就知道了 潘是政治局常委吗 不是 潘是政治局委员吗 不是 潘是国务委员吗 不是 啥意思 我问问大家 你在一个企业 那董事长换了一个部门经理 你觉得有此这部门经理就能把这搞好 而这个公司 这个企业集团 绝对是靠董事长意志的 你听过吗 你有没有听过阿里腾讯这些公司 换个部门经理 开一个发布会让大家做的 对 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这个国家 那是200斤独裁者控制的 200斤独裁者下面六只小猪 政治局常委在底下都把着 小猪下面还有一堆蠢猪跟着他把着 对吧 总理下面还有副总理 副总理下面主管金融的经济的副总理 下面是央行行长 所以呢 咱们听着名挺大 央行行长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 就是一个部门经理 听明白了吗 他出任何政策 方案 他得往上报啊 得一层层报啊 副总监 总监 副总 老总 董事长得报啊 人家看完了 批了 同意了 思想概念给人说通了 沟通完了 人家认可了 OK 对港币跟人民币一比 这是现在 你要去香港兑换就这样 啊 这就是告诉你人民币在跌 港币跟人民币一比 就是告诉你人民币实际是在跌的 一会儿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啊 这个狗屁作用都没有 所以你换他要弹用了 他有啥权力啊 然后你们再看看两百斤上台这十几年做事的风格 哪个不靠他自己拍脑袋做呀 哪一个不是自己下的主意啊 大聪明 两百斤大聪明 两百斤加速师 你觉得这么一个大聪明加速师换了谁能搞好啊 啊 郭尔廷一刚下去了 这攀狗屎上去就能搞好 狗屁上去能搞好 不可能的事 这个人既然是靠吹牛逼拍马屁 让习近平认为是心腹 认为特别听话 对吧 原来是民主党派 后来加入共产党了 国外留学回来 一直拍马屁 高兴 拍爽了 现在上去了 那你觉得他在他这个位置不得按照伟大领袖的思想办呀 他能自我决策一个东西 不问伟大领袖 不问上面直接就干了 所以这个首先定 第二个我们再看看这个人的三板斧 三板斧干了啥了 三板斧 第一板斧 喀拉 没上台之前 内部换了 内部换帅 内部执掌 不是说今天任免就任免 中间有个过渡期的 内部执掌的时候 人家就出了一个建议 同意了 5.3 喀变4.8了 上了台第一件事 4.8变2.8了 啥意思 把所有中国人 中国人 境内的中国人 甭管是个人机构 美元存款的利率 国际上都是5和6以上啊 中国原来是5.3 喀崩一下 变到2.8了 牛逼吧 这一板斧牛逼吧 大家想想这不是抢劫吗 这就是抢劫 啥意思 就是让你们中国这帮老百姓 这帮孙子 这帮奴隶 你们那么换美元 老子让你们全弄死 你们换美元 想存在中国的银行吃利息 门都没有 我得逼着你们把美元都拿出来花 2.8再不行 我那么就给你们弄1.4 有人说 这不是抢劫吗 这就是抢劫啊 这全世界的利息 都是5和6以上最低 还有7 8的呢 中国咖5.3变 2.8了 牛逼吧 一拍脑袋变 就变了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让你们想换美元呢 都好好想想 想换美元的老子还能给你们 变1.4 能变0.4 能给你们负利率 爱国外怎么样 所以你们换不换 自己琢磨 第二个换了 存在的呢 我让你没利息 对 我让你没利息 你脑子咋想 对啊 你没了利息 你还存不存 逼了你们干嘛 就别换了 存的人也 别存了 对 这否则给你们 give your color CC啊 都让你们看到了 你看这第一班府 砍得多厉害呀 啊 砍得多厉害 这就是 这小潘同学嘛 小潘同学干的事 对吧 第二班府呢 是什么 国家外汇管理局通告 人民银行是一起组织啊 政府组织啊 通过外汇管理局通告 什么 跨国企业要在银行办理资金池业务 干嘛 跨境资金集中营管理 中国呢 原来不是 原来很多机构 经过审批的金融机构啊 房地产机构啊 很多机构啊 一旦是被确认为跨国公司 中国政府为了方便 1997年正式出台 2019年正式出台的相关法规 可以设立一个多币种资金池 这里面只要在额度以内的人民币美元 可以随便去换 随便去用 随便使 方便 现在要求您把这些钱全放到银行 对 第一个要求所有设立这样的资金的放到银行 第二个 这是新的通知 第二个 各地方政府 关联机构 房地产公司等一堆机构 不许做这个业务 跨境业务 那你们手里已经做了怎么办呀 尽快结束 那这俩都是为了啥 就为什么我说这个行长叫潘狗屁 你这不是摆明白告诉他 咱们先不说他欺负欺负中国老百姓啊 你这不是摆明白告诉世界上 他们中国没外汇了吗 你这不是摆明白告诉人家 共产党手里已经没外汇 已经要牙缝要磕到每一个老百姓 和每个企业身上 把他们的外汇都收拢过来 就是中国的外汇已经紧张到这种成果 我们明面上看外汇交易量没太大变化呀 现在每天离岸美元人民币的等值美元交易 不过就从每天的六千多亿美元 涨到了八千多亿美元 就每天的交易量也就涨了两千多亿美元 中国政府不是号称有三万多亿美元外汇呢 三万多亿外汇储备的吗 你有三万多亿国际上现在每天交割的 人民币的这个交割的体量换算成美元 才八千多亿美元 您花四千五千亿不就把盘给空了吗 你怎么要紧张到自己 把牙缝里这点美元全给磕本出来啊 就是给大家一个直接的感觉 就是你不想想你不是中国的人民银行行长 你在全世界人眼里是央行的行长 中国央行的行长 结果你干的这个事等于告诉全世界 中国外汇极其紧张 美元外汇极其紧张 自己不够使了 开始把牙缝里这点美元也给逼出来了 这就是他们新任行长干的事情 当然了还有一个传闻 现在没有看到正式文件 说我们这个行长更牛逼 这个行长下令让中农工建交油储等国有相关银行 对于政府的这个成都公司 政府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控股 直接控股公司可以放25年的贷款 前五年还不归还利息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只是听说传闻 我没有看到正式文件 如果这个东西也出来了 那就真的等于是告诉全世界 他妈人民币要崩盘了 人民币要完蛋了 这你现在都在干啥 就是你一个行长上来 你可以在底下做一些小动作 治大国如烹小鲜 你不要搞这种涉及到整个国家 所有美元存款人 所有存款美元企业的这种事 不要搞这种涉及到国家大的这种债务的处理事 而且正常咱们处理 咱们都知道 要不然就是财政手段 要不然就是货币手段 你财政手段货币手段 都是有正常的相关数据相关手段 都可以去用的 你现在用的这些东西 什么美元的利息 这种倒挂机制 停止这种跨境资金的交易 停止 然后这种对于国家的大机构 25年都是非正常类的货币手段 非正常类的货币手段 这已经都到了 就是很多咱们能够平时使一使的财政手段 货币手段 你用的东西都是以前没有用过的 你不是就是告诉人家 你已经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候 你才开始用这些玩意儿吗 现在都等着6月份看美联储的态度 7月份 看美联储7月份 对6月份的一个总结 7月份和未来的一个态度 要是美联储表态 准备继续加息 不开玩笑说 继续加息 咱们可以看着人民币的表现 还有人说 哎呀 相形整理 中国政府要做的 所以有人给中国一个总结 就是这次降息了以后 从5月份开始 什么人民币不会降息 什么 但凡做空者就倒霉 人家把人民日报就关于这些信息 光明日报的字条做了一个总结 一个多月之后都是总结 什么做空者必死 什么不要做空 不要做梦 到最后 最近 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人民币降息 什么对中国经济发展 是有良好作用 怎么把这个总结出来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降息 是有意为之 在这种降息中 对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 什么发展 具有很良好的作用 这就是中国经常干的一个事 你具有良好作用 你前面写那么多东西 干啥 什么那么做空 什么降息就必死 降息那个 降息这个必死 你写那么多干嘛 不是降息 对中国经济发展利好 是你有预谋这么干的呀 是你因为要做 那你就第一开始 就发一个 我们有预谋的降 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最后 整到最后才说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现在的担心是什么 我不开玩笑啊 下一步再继续预言 再继续预言 在这个行长在位期间 就很可能现在跟俄罗斯一样了 啥俄罗斯一样呢 俄罗斯官方的一美元90卢布 一美元90卢布 从年初的40 50卢布 一美元50卢布 到现在一美元90卢布 但是对不起 您换不了 那俄罗斯正常的市场 您在俄罗斯大街上 看人溜达那个 就跟中国过去 买改革开放之前那些 在银行门口切会的一样 那现在俄罗斯 你去外面换多少 你去网上查一下 一美元350卢布 啥意思 官面告诉你 一美元90卢布 对不起 一堆门槛 你过不去 你根本就换不到 一美元90卢布 这个价格 这叫做看得见摸不着的价格 那你真想把这个未来可能变成纸的卢布 换成美元 你就得去大街上找那个大街上到处溜弯的人 那溜弯的人给你 就是换钱的溜弯的人 那换钱溜弯的人真实的价格是多少 是350卢布一美元 官件90 底下350卢布一美元 这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换钱的人 看见了卢布的底价 那他为什么用这个价格 是这个价格真换得出去 真有人换 也就是换的人都觉得将来卢布会跌破了350卢布一美元 所以现在咱们的官件是7.25 7.25一跌上去又暴涨又暴拉 哎呀我都没法说什么 啊我本来我还是今天直播是还想 哎呀会不会一般人写 哎呦暴拉了 财老师你看又暴拉300点了 他们又跌回到7.257.26了 你还说啥 又跌回来了 你还暴拉吗 又不暴拉了 所以就是没人问我暴拉的结果 那暴拉300点啥玩意儿 小粉红也不写了 那你去那个银行门口 你看看现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北京有了 我哥们跟说北京有了 在银行门口或切会的 你问问他 你别7.25 你7.5他换不换给你 8能换给你就不错了 你去看看北京切会的门口 他能不能换给你 所以呢蛮简单的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跟俄罗斯慢慢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 跟俄罗斯慢慢的会是一样的 就是你关键可以定 俄罗斯是这个卢布比人民币还国际化 还自由度高呢 关键都可以给你 对啊 但是那门槛高的是 你要底下用怎么办 那就只能在底下找人去切会 所以由于有这个八放在这 这为什么您去香港 您说我在香港拿人民币跟港币换点吧 肯定一以上 你可以试试 肯定一以上 啥意思呢 就是某种程度港币比人民币已经值钱了 知道吗 港币比人民币都值钱了 这就是你去换真实换钱的一个汇率的价格 就是这么着的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中国现在我们这个行长上去啥水平 这个行长上去反正就这水平咱也就看见了 你怎么能够去降会呢 这个我是真的吗 不是降利息 你降到他们两点多 我是真太不理解了 这不是你就摆明白 中国人真是老实 真是中国人老实 这事要发生在很多西方 那人不造反 不游行 这要发生在什么韩国日本 我跟你说 那些法国 我跟你说 那都车都给你烧了 比现在厉害多了 全世界都五个六以上最低 香港都是 那大陆一下能从五点三降四点三就可怕吧 砰一下降到两点多 我塞 这个 这个那个 挺那啥 这个挺的 银行换汇得要你东西 听得明白了吗 第一 五万美元额度 就五万 这是限定的 第二 得问你东西 你是旅游吗 有跟旅游旅行热签的协议吗 这得问你相关的东西 没有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 行或者不行 好吧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啊 今天咱们就是脱口秀结束 听贾老师瞎逼逼 脱口秀结束 大家好好睡觉 谢谢大家